我們當盤上有這個跡象的時候 我就比較容易會找到貴人的人 我們可以發現 身邊有貴人的人 通常都有這樣的特質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會拿到貴人的幫助 大家一定想知道這件事情 怎麼樣會有貴人 你總是希望說 我這麼衰是不是有人可以幫我一把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會拿到貴人的幫助 要記得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 折抖書上面有一個大家都很喜歡的格局 叫做坐櫃象櫃哥 就是你的命牽線剛好 各做一顆天葵或天月星 這個叫坐櫃象櫃哥 有聽過我們影片的人就會知道說 所謂的坐櫃象櫃其實就是 你自己要當貴人 然後就會有貴人向著你走過來 所以那個坐並不是 坐下來的坐 而是應該是工作的坐 你自己坐人家的貴人 那貴人就會隨你而來 這個是坐墨象櫃哥最原始的邏輯 我的命公有天葵 我的千宜公有天月 或是我命公有天月 千宜公有天葵 幫助別人 別人就會幫助你 這個當然是世間不變的道理 可是是不是我的命盤上面沒有坐墨象櫃哥 那我就完蛋了呢 我就沒有貴人了呢 不可否認命盤上面啊 有貴人的心要 奎月這兩顆心呢 你最好是放在你六親公位啊 什麼 兄弟啦 田宅啦 各方面的 那你就表示說你可能 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貴人 然後你的家中的長輩 或是你的貴人之類的 官路公呢 只要是本命盤 通常啊 命公官路公財布公 這通常都是 你在當別人的貴人 但運線盤 就有可能是別人當你的貴人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的人生中呢 總是會希望 有人幫陳真利 可是實際上這兩顆貴人心呢 第一 他可能放的公位 還連帶殺技 他有連帶殺技了 你就不見得覺得 有受到他的幫助 那第二 他可能不見得恰好 放在你適合的地方 譬如說 他剛好放在你流年夫妻公 可是你現在缺的是錢 缺的並不是感情 更何況 流年夫妻公有貴人心 那是感情對你有幫助 他都不知道進來幫你 還是幫你老婆 所以 光靠奎越這兩顆心 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有點無力 總是覺得不太夠 現實的情況 我們在看 那些好像總是很幫著他的人 你會發現 他也不見得 真的就是做貴相貴戈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要 擁有好貴人 不見得要靠這兩顆心 前面一開始就講到了 做個相貴戈的基本含義就是 我幫助別人 別人幫助我 這就講到說 我要幫你 你不見得要讓我幫 我也不知道要幫誰 所以呢 這邊呢 就跟大家講 什麼樣子的人呢 他比較容易找到貴人 我們會在片尾 介紹大家一個 小小的秘方 可以快速的 增加你的貴人運氣 跟增加你的人緣 所以請大家要記得幫我按讚 那個10萬訂閱要衝一下10萬訂閱屋 通常是 命宮跟牽宜宮 做桃花星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貴人 斗數裡面呢 桃花星都屬水 只要凡屬水就算桃花星 屬水有哪幾個呢 破君 天象 巨門 天童 太陰 貪狼 這六個算桃花星 但要祖星喔 不是那個小科的 小科有的是叫做創意 可是會被人家講的很奇怪的桃花 這個有加入我們會員的就知道我們有講這一段 那主要是桃花星的人呢 通常啊 對人都還不錯 不管你的水是哪一種水 也許是貪狼 我希望有更多人緣 天童 我盡可能跟大家相處得很好 天象我會重視我人際關係 太陰 我對別人總是細心照顧 或是巨門 我深怕別人不了解我 所以呢願意跟人家溝通 不管是哪一種 的屬水 它都是 比較容易跟人家親近的 碰到對的人的機會就比較大 那這個時候只要你願意 多花你心去幫助別人 當然你就得到別人幫助的機會比較多了 那這時候你可能講 老師 可是我命工作無許欺煞對面天賦 這樣會不會有鬼人 天賦星也可以 天賦星是一個 懂得經營人際關係的星要 除此之外沒有關係 我們會有運線盤 當你需要人幫助的時候 如果你本命盤 做的並不是桃花星 可是 你運線盤有桃花星存在 那這樣子也可以 若磁帶都找不到呢 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那看看你想要得到幫助的是什麼 比如說你工作上希望得到他的幫助 那至少你 觀錄工作的桃花星 只要觀錄工作桃花星 而且是有畫路的 或者有畫磕的 你在工作上你會得到貴人的幫忙 你會得到別人的支持啦 所以由這樣子的角度來看呢 我們當盤上有這個跡象的時候 再加上 我同時間 我平常願意多去幫忙別人 那 我就比較容易會找到貴人 我們可以發現 身邊擁有貴人的人 通常都有這樣的特質 他願意幫助別人 或者通常他不太跟人家計較 當他有問題的時候 別人就願意幫助他 最後 記得按讚分享跟小鈴鐺 我來教大家一個 小小小小的 增加貴人運跟增加人員的小方法 我們在前一陣子 在拱天烏媽祖遊行的時候 我們有在現場送了 我們家自己觀音加持的稅 然後我們在送水的時候 都會告訴 所有人說 我會送你兩瓶 一瓶給你自己 一瓶給別人 把你用的東西 你也同時分享給別人 這就是一種 現實上面 人與人 結緣的開始 這個水是有神明加持的 當然 有興趣的也可以跟我們學會賣 但主要這是一個 很簡便的方法 一部分你自己用 讓這個東西 叫本來屬於你的 而你同時間你願意分享給別人 那你跟他的緣分 自然就會連結起來 長時間的做這樣的事情 你跟人之間的緣分的連結會比較深 往往呢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也就人家會來幫你的忙 所以我們那個水叫做增緣稅 人生好增緣 增加緣分 增加圓住你的力量 這個方法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謝謝大家